早安,歡迎回到Apple Park Hello 大家好,我是Harrod 今日由我聲音導航帶大家看看 Apple 在2022 年第一場發佈會 到底發佈了哪5款新產品 硬件更新由 iPhone 13 系列打頭陣 iPhone 13 Pro 和 13 系列分別加入全新的叢嶺綠色和綠色 與 iPhone 11 Pro 系列的綠色不同 今次的綠色更加深邃,比較接近均綠色 而傳了很久的 iPhone SE 第三代亦終於現身 新機就用了最新的 A15 處理器 與 iPhone 13 系列都看齊 它就支援 5G 連接,應該都是現在性能最強的小機 不過 iPhone SE 仍是維持了 iPhone 8 設計 用了 4.7 吋螢幕搭配這個實體的胸 就有黑色、白色和紅色機身 受惠於它的處理性能提升 所以 iPhone SE 在攝影和錄影畫質都有所提升 新的 iPhone SE 64GB 售價就由 $3,699 起 最新的 iPad Air 5 直接用了 iPad Pro 上的 M1 處理器 可以提供電腦級性能 新機同樣支援 5G 連接 最驚喜的就是性能這麼大升級後 它 64GB 版本還維持了 $4,799 起 另外它前置鏡頭也升級到 1200 萬像素的超廣角鏡 支援人物置中的功能 新 iPad Air 都用了 10.9 吋 Liquid Retina 螢幕 500 nits 亮度支援第二代 Apple Pencil 機身就有太空灰、星光色、粉紅色、紫色和藍色給大家選擇 今次 Apple 亦正式發佈了它們現在最強的處理器 M1 Ultra 用了 20 個核心 CPU、 64 核心 GPU和 32 核心神經網絡引擎 最高可以搭載 128GB Unifying Memory 而 Mac Studio 就是第一部搭載 M1 Ultra 晶片的 Mac 機 新機的外型可以說是加厚版的 Mac Mini 用了更加強的散熱系統 有 4 個 Thunderbolt 4 1 個 10GB インターネット 1 個 HDMI 正面還有 1 個 SD 卡槽 和 2 個 USB-C 接口 其實擴展性都頗高 而 Mac Studio 的 M1 Ultra 版本 無論是 CPU 還是 GPU 的性能都比之前的 Mac Pro 強了很多 同樣功耗之下 性能比 Intel 的 i9 12900K 高 90% 而同樣效能表現下 M1 Ultra 的功耗亦會比 RTX 3090 低 200W 其實性能來說都頗誇張 在售價方面搭載 M1 Max 處理器版本就由 15,999 起 搭載 M1 Ultra 版本就由 30,999 起 其實大家看賣成 45,999 起的 Mac Pro 今次性能更加強的 Mac Studio 售價都不算貴 同場亦發佈了 Studio Display 就是一款 27 吋 5K Retina 解像度的螢幕 用了窄邊框設計 螢幕亮度是 600 Nits 今次 Studio Display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內置了 A13 處理器 整合了一個 1200 萬像素的超廣角 Webcam 支援人物之中的功能 亦有 3 個收音咪的陣列 可以提供視像通話的畫質及音質 另外今次這個屏幕亦內置了一個 6 喇叭系統 分別有 4 個低音及 2 個高音喇叭 而且這套喇叭還支援 Spatial Audio 及 Dolby Atmos 的格式 相信都可以提供到不錯的視聽體驗 Studio Display 就有 1 個 Thunderbolt 3 及 3 個 USB-C 接口 這樣就沒有 HDMI 售價是 12,299 起 今次發佈會上曝光率最高的 可以說是 Apple 自家的處理器 全新的 M1 Ultra 無論在性能或功耗方面都大幅拋離競爭對手 而 Apple 亦快完成將所有電腦轉為 ARM 架構的目標 而在發佈會上亦預告了性能更加強的 Mac Pro 都快登場 大家都可以期待下這塊最後拼圖會有多強的性能表現 另外 M1 處理器下放到 iPad Air 亦都頗驚喜 用了 USB-C 接口的 iPad Air 就可以用到電腦級的性能 用來剪片都不是問題 而這個改動亦意味了下一代的 iPad Pro 可能會用到性能更強的 M1 Pro 處理器 就可以進一步提高到 iPad 系列的性能 大家又怎樣看今次發佈會上的五款新產品呢? 我自己就最喜歡 Mac Studio 了 因為它的性能和售價真的頗吸引 大家又怎樣看呢? 就歡迎在 comment 和我們一起聊一聊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Bye Bye 我可以替大家耳機 我可以給它進一聊 一個點兒 我可以打算你的